第五十六集 也下来不少修士 近随其后进入了个山洞 接下来就是这样 南山界放一船修士进去 萧太界也放一船进去 一来一往的大部分的修士 都被送进这个山洞之中 南山界只有全县门的筑基修士 依旧是满头的雾水 看着这些修士一劈劈的进去 却不知道个所以然 随着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 有些修士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 眼光不断地瞧向全县门的飞天船 也不知道是时辰已到 还是全县门也正好要出来安排他们呢 吕娘娘突然从飞天船上走了出来 而她的身边还有那名 拿着白风困神奇的杰丹长老 两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众人 在吕娘娘轻摇了几下观膳后 她缓缓地开口了 你们太年轻 不知道 南山界和其他的地界之争 每次都是在这块融天石中进行 笔试方法也很简单 从下面的山洞进入 顺利找到出来的传送阵即可 实现有一个月 超过这个时间 融天石内会毁灭所有的义务 而你们就是义务 所以你们可不要忘了时间 看着众修士都把眼睛盯在了白风困神奇上 并不在乎她的话 吕娘娘用功膳挡在了嘴前笑了笑 你们不用着急 在进入融天石洞前 会把你们的神石还给你们的 我们又不是什么奸恶之人 不会让你们为难的 听着这种假话 修士们都不言语 只等着他们真能再进入融天石前 把神石还来 吕娘娘倒是说得轻巧 但是大家都明白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就能出来 想必又是一场恶战 无数的法宝和修炼福地在等着你们 去吧 吕娘娘恭善往下方一指 笑容可居地鼓励道 而他身边那名杰丹修士 一直冷着脸 拿着白风困神奇 这时先往融天石下方飞去 神石在他身上 众人也跟随其后 一起落在了山洞口 这时还有其他的助击修士 再往融天石中走 全仙门的修士就暂时等在一旁 这才知道 按照洛仙殿的安排 全仙门的修士 要最后才进入融天石 站在一旁 冷眼瞧着这些先进入的助击修士 金飞瑶发现 他们似乎都很高兴 脸上的兴奋之情非常明显 他有些不解 难道融天石中 还有其他好东西 这些人怎么笑得如此开心 金飞瑶抬头看着眼前这块巨大的石头 难道里面不是石洞吗 等了半天 除了全仙门的人 两方的助击修士都全部进入了融天石中 而那冷面杰丹修士终于手拿白风困神旗走到了山洞口 离着那白雾也就只有一指之遥 走到这份上呢 再吞吞吐吐的也没意思 大家很自觉的走到了他的面前 而那名冷面杰丹修士只是一打亮眼前的修士 手就往白风困神旗中一抓 一条神石就被虚空抓住了 但在若有若无的神石结成一团米粒大小的光团 被他拿在了手中 在众人的眼光中 他把神石轻轻一放 神石搜的一下就飞到了那名助击修士的身上 助击修士检查了一番 发现回来的神石没有异样后 他二话不说就走进了白雾之中 瞧着冷面杰丹修士 都不用分辨眼前的助击修士是谁 只是瞅了一眼 手往白风困神旗中一身 就能把此人的神石拿出来 金飞瑶只觉得杰丹七的修士真是厉害 看着人越来越少 金飞瑶也走上前去 从冷面杰丹修士那拿回了自己的神石 照样检查了一番 确实没有被动过手脚 但是他还是把这股神石放在了神海中 单独用明火炮隔离开来 预防神石被吓了他察觉不出的手段 然后他拉上了胖子 大步跨进了白雾之中 一进入白雾 金飞瑶的眼前就是一花 果然不出所料 山洞口的白雾是传送阵的隐藏之法 他死死地拉着胖子 可不想因为胖子的任性不进灵兽带 最后被传送到天南地北的 片刻之后他俩就被传送进荣天石内部 这是什么 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看着这超出想象的荣天石内部的景象 金飞瑶惊讶万分 如果这是幻想 那手笔也太大了 一阵阵凉风吹向他 带着青草的香味和淡淡的花香 金飞瑶的眼前是一片长过溪的青草地 他抬头看着天 上面不是想当然的石头 而是和外界一样的天空 白云和火热的太阳 在青草地的远处 有一座奇怪的山 样子非常的奇特 像一只只蘑菇 由大到小 一层层的叠起来 这些蘑菇之间 上下有长长的楼梯隔空相连 而且这十来层直通云霄的蘑菇山上面 还修着一幢幢极其精巧的房屋 十几条如银带般的瀑布 从这些蘑菇山上挂下来 还没接近地面 就被风吹散 在蘑菇山四周 形成了一层飘渺的雾气 使整座蘑菇山美轮美奂 让人不禁以为啊 是来到了什么神仙所住的地方 金飞瑶从这美景中回过神来 放出神石 向四周扫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修饰 难道这幻想只是针对个人的 每个人的幻想都不相同 所以我这里并没有其他人 要从这里出去 就要找到往外的传送阵 而神石扫到蘑菇山时 被一层镜子给挡住了 不能知道上面有没有传送阵 看来不去这蘑菇山走一趟是不行了 胖子我们走吧 瞧瞧这幻想到底有多真 金飞瑶笑了笑 比想象中那种全是迷宫的石道 然后里面挤满了如同蚂蚁一样多的修饰 大家为了抢个传送阵 而疯狂杀戮要有意思多了 他享受着这份逼真的幻想 刚走出不远突然就发现草丛中 长着一只超过三百年要龄的天猪草 金飞瑶万分疑惑地站在了这株天猪草前 觉得这幻想也真是的 竟然还弄出这等龄草来吸引人 只要自己去采这株天猪草 肯定就马上会化为一只巨兽 一口把自己吞掉 可要让他就这样当没看见的走过去 金飞瑶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到 想了想 他心一狠 把牙一咬 让胖子站在一旁准备 然后自己去采这只天猪草 如果天猪草化为巨兽要吞噬自己 就让胖子用舌头把自己卷住 然后拉到安全的地方躲开巨兽的攻击 自认为万无一事了 金飞瑶慢慢地蹲下身 拿出了一个装灵草的玉盒 掏出挖土的玉刀 小心翼翼地向天猪草靠近 玉刀插入了土中 没事 手扶着天猪草也没事 天猪草连根带土的挖出 还是没事 把天猪草装进了玉盒之中 然后放回了锄带中 金飞瑶站在原地愣了愣 胖子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去找灵草啊 这些灵草可都是真的 这不是幻象 金飞瑶猛地跳了起来 冲着胖子就吼道 然后一头就扎进了草丛之中 去寻找其他灵草 笑嘻嘻地把一株帝王根收到了玉盒中 金飞瑶美滋滋地说道 怪不得那些羞逝一脸的喜气 来到这种地方 谁不高兴 就是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地方 是不是和我一样 还是他们那儿有更好 更多的东西 青草地上的灵草不算多 但是年份都很高 最少也超过三百年 着实让金飞瑶发了一笔大财 连大妞啊都被他弄得出来 帮忙在青草地中寻找灵草 念兮没有用处 但是金飞瑶还是大方的 把他带出来 让胖子背着 好让这个被滑稀一气的小孩 看看这奇美的风景 让心情好一些 不要整天稀儿稀儿地叫个不停 烦得很 然后他往那立在青草地上 每一道极致的蘑菇山望去 眼中充满了狂热 那里有房子 里面肯定有不少的好东西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等着我吧 就在他幸福地挖着灵草时 其他的修士却没这么好命 又是一声惨叫 熊天坤的脸上又飞溅上了鲜血 收回血不沾刃的菊沙剑 他冷冷地环视着四周 阴暗的石道内 只站着熊天坤一人 而他的脚下 五具筑基修士的尸体睡了一地 他的手再往下滴至鲜血 显然已经受了伤 看着这五个突然跳出来送死的人 熊天坤擦了擦脸上的血 他刚才一进入荣天石中 就被传送到了一片黑潭之中 他走在黑潭之上 一朵朵的天晶莲花 放出苍白的光芒 开在黑潭之中 这是炼制法宝的极品材料 在黑市拍卖方中 几十年上百年才能遇到一朵 而如今呢 在他的眼前 却有上百朵拳头大小的天晶莲花 就连一向对财物没有多大兴趣的熊天坤啊 也为之动容 小心地把一朵朵天晶莲花收入了橱袋中 就在他采了三十几朵天晶莲花时 眼前的景色却突然一花 他现身在了一条阴暗的石洞之中 而已经碰在手边的那朵天晶莲花 也来不及彩下 就消失了 随着天晶莲花消失而出现的 是五名助级的修士 从初期到中期都有 他们目露凶光 杀戮之气 铺满是道 手中的法宝灵光一动 直接就像没有准备的熊天坤扑来 菊花飘落 杀意无边 熊天坤一抵武 战胜了这群助击修士 自己也受了重伤 他在叹息失去的更多的天晶莲花的同时 也在担心金飞摇 这五人之中 有二人不是肖太阶的人 而是南山界的修士 看来事情已经不再是鄙视这么单纯了 南山界的修士 竟然和肖太阶的修士联手 一起来攻击南山界的修士 这通往荣天时的传送阵 恐怕不是这么好寻了 胖子 我们从这里上去吧 金飞摇和胖子站在了蘑菇山的下方 看着那条铺满青苔的石梯 一直通往上方的第一层蘑菇 也是最大的一层 远远就能看到上方 有一幢壮观的楼宇 浓郁的灵力 一直从那里飘扬过来 不用想也知道 里面肯定有不少宝物 怕有危险 念兮和大妞已经回到了景天换盆之中 那些庄明草的玉盒也带了进去 让大妞先种到那些花盆之中 走 金飞摇带着胖子就走向石阶 这一跨就碰到了蘑菇山的静置 但是却没有让人感到危险 他伸出手 面前的空间开始波动起来 并没有拒绝他 看来可以直接进入 金飞摇面上一袭 刚要走进去 眼前突然花了起来 不好 难道又有传送了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眼前一花 近在咫尺的蘑菇山消失了 出现的是一条阴暗的石道 而就在他的面前 六名修士正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其中一人还拿着一个闪着光芒的圆珠 叫嚣道 果然凭着破镜珠 就可以把南山界的珠拉出幻景 金飞摇好好的看着他手中的破镜珠 轻叹一声问道 就是你用这个珠子 把我从刚才的景色中弄出来的 见到金飞摇一对六 却没有丝毫害怕 就这样轻松的问这种事 他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了 只得大声吼起来 你以为你还能逃进去吗 里面的幻想被破镜珠破坏 现在已经回不去了 没想到我们的对手是女的 正好夺了你的原因 让我的修为提高一层 猪道友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这样的好事 怎么就让你站了 另一名长得贼眉鼠眼的修饰不满了 这原因可以提升修为 是最方便 最不花费力气提高修为的好事 怎么能就这样白白的让给他呀 我正好差点修为 就能到住基后期大圆满 你们就不要和我抢了 大不了战利品 多分给你们一部分 这姓朱的修士有些不耐烦 看在原因的份上 分了些好处出去 你们知道你们干了什么吗 我现在非常的生气 竟然敢换了我的好事 找死啊 金飞瑶本来还抱着点希望 可以重新回到那个幻想之中 自己还没去蘑菇山上寻宝呢 没想到竟然进不去了 而且还是被人故意破坏 强挖出来的 他怒火中烧 眼中杀鸡刺陷 全身瞬间化为了明火 大吼一声就把明火喷了出来 明火犀利的迎着他们飞去 整个十道之内 瞬间结出了一层厚厚的民兵 水桶粗的明火发出嗡嗡的低吟声 四桌的温度 马上逼到了基点 虽然有准备 但是面对金飞瑶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还是让这六人大吃一惊 他们也是身经百战的修饰 反应迅速 马上把各自的法宝拿了出来 身上的防御法器法宝 也是一光大放 几道不同色的反击自行飞出 混合在一起 就迎上了飞奔而来的明火柱 两道威力不小的攻击撞在一起 发出轰隆的巨响 十道之内瞬间被迷雾弥漫住 只剩下了法宝的光芒在隐隐闪动 呼的一阵狂风扫过 萧太阶的修饰 有人扔出了一个飓风术 把十道内挡住视线的烟雾全给吹掉 虽然修饰可以用神石查找对方的位置 但是有些暗器杀手锏 却还是得用肉眼去看 视线不清是战斗的大击 狂风夹杂着烟雾冲了出来 十道之内恢复了原样 在法宝的光芒照耀下 众人发现刚才的巨大爆炸声和冲击啊 对十道没有造成任何损伤 这块融天石果然非同寻常 然而更可怕的是 南山界的那名女修士不见了 只剩下的一只大青蛙傻头傻脑地坐在了石道中 呆滞地看着他们 人呐 难道借助着飓风术扔下自己的灵兽就跑了 朱星修士疑惑起来 神石一直没收过 只在飓风术出来时有过闪动 就在那之前 金飞瑶都还一直在他的神石之中 飓风术一过之后 人就消失在神石中了 他们都不相信 朱基修士 可以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中 逃得如此之快 连逃蹭的过程都不被发现 朱道友 这里空间窄小 他不可能乘着法宝逃走 应该是用什么秘方藏起来了 其中一名修士 第一声向大家警告 凭着自己的经验 这些人都不相信金飞瑶跑掉了 知道吗 在空间狭小的地方 你们无处可逃 如果是在野外 一次对你们另一人 我可能马上就逃了 但是在这里 你们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金飞瑶的声音出现在石道中 因为在石道之内有回音 他的声音在石道内回到 让人听不出 他的人在哪里 六人都放出了灵光照 身前也是防御法器在护体 背后还尽量靠近石壁 严防死守着自己 杏珠的修士 还大声说话 刺激着金飞瑶 想让他发怒 先露出自己的身形 就算你藏起来 也别以为能从六名 住击修士手中逃出啊 也不看看你自己 才只是住击初期的修为 如果你把原因和所有财产交出来 再好好地求求我们 难说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命 你是藏起来了 可你的灵兽还在这里 你要是不肯出来 我们就把你的灵兽 一刀刀慢慢砍死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黑暗的人生 身边二阶灵兽的胖子 在他们的眼中啊 就是一盘根本就没咬出的菜 要是来头四阶的灵兽 才有可能让他们有对付的心思 但是现在 谁也没有想对他出手 全在提防着 用了隐身符的金飞瑶 在被姓朱的提醒后 其中一人 就拿一把中平法器的短剑 注入灵力 就随手往胖子身上扔去 想一剑扎死他 吓唬一下金飞瑶